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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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楊时 纪 R אח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讲这话的人他还没有理解 我昨天那个聊那话题 太极权究竟怎么花力 他不理解 他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没有放松 没有放松的原因 没有放松的原因就是 他根本不知道太极权是干啥的 那也就是说 太极权由松以后 然后到所有东西都是由松来的 你不松你就发不了力 就是我们今天讲 刚才聊的昨天的发力 有人的质疑 就是说我学的这个太极权 就不是那样发力 我学的太极权就是什么 很大的动作 而且要用肌肉 那他就不是太极权 那么这种 我刚才讲 说这种话 他就是说他对这里 也就是说 他即使昨天他听了我的视频 听了我的这个 聊这个太极权发力的这个视频 他可能也没听懂 没听懂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这话的原因是什么 都是因为 他可能他练太极权 没有松 没有松 那么没有松 他就没有了一切东西 那么没有松 你就所有的东西 你都理解不了 你理解不了 这个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太极权的松 这个松呀 在明哥聊太极里 几乎每天 每天都聊到这个字 每天都是放松 每天都是放松 那么 这个 现在 比如说老师呀 或者书籍呀 或者视频呀 或者是明家呀 告诉你了 这个 放松 不能全松 不能松懈 不能软 不能摊掉了 像你看你一样 摊在那里 那怎么办呀 那不是真正的放松 这些名家 这些老师 这些朋友 这些前辈 甚至这些当代的 大家 太极名家 太极大家 太极的传统 深层人 他们说的 松不是软号 松不是瘫在那里 松不是什么 他们说的对不对 完全对 完全正确 他们说的是 非常对的 那么 明哥聊太极 只谈实际 不谈理论 明哥聊一个 实际的东西就是 要想你的身心 你真正的放松 你第一步是什么 你万里长征 不是 就是你在走这个路的时候 你走一万里路 千里之行 死于足下 你走得再远 第一步 你要干什么 那放松的第一步 是什么 那就是 软 就是柔 就是松 你其他的 把这第一步 卖好了 也就是把这个松 卖好了 至于它 瘫呀 软呀 或者是 闪呀 那这些东西 磨 记 耳 那是很小的技术 你首先把这第一步松 做出来 松出来 你比如说 我这一年 或者两年 我就松 我不管别的事情 我只松 我不管 啥都不管 到了一定的城市了 怎么样 那个时候 不要说 别人告诉你 不要贪 不要软 不要闪 不要泄 即使没有人告诉你 你和别人 推手的时候 你推手的时候 你是放松的 但是 对方有人 你还能贪在地上吗 你不能了呀 他自己就起来了 你不需要知道 这第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十年不出门的太极拳 就是因为它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它迈不开 走不开 就是 不敢松 也不敢练松 哦 不能泄好 要紧一点 要紧一点 好了 就这一个思想 把它怎么样 把它整个松的这个东西 停在这 只能松在这 只能说 这个松要不断地进步 松无止境 越松越好 越松越好 等到你 我举一个这个例子 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 比如说一个像 我拿这件衣服来说 这件衣服挂在衣服架上 你看 它挺拔 又垂又挺 对吧 穿上 它是像个衣服一样 外部挺很挺拔 但是你真正摸它的时候 你看 很软的 它很软 这是松 它外形很挺拔 实际上它很软 这是真正的松 但是 我们在学习太医拳的过程中间 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第一步这个步啊 我们这个做衣服的这个步本身 还没有做成衣服呢 这个步 我们正在直步的时候 我们织的是老初步 织的是那个范步 织的是那个帐篷的那个范步 那种硬的步 你挂在那里 它也不会像这样 又垂又软呀 那么我说的这个第一步放松 第一步就是 就是第一步织步的 织步的这一步 你把这个布织的是软 它做成衣服挂在那里 它才是软 你这个布 你这个布把它吃软 你吃成一个大范果 往那里挂 它还是不软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 你这个料子 你这个布料它软不软 布料软 你往它挂上 它会会垂 好 那么 现在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 这个料子很软 但是我拎着这个衣服的领 一拎起来 我一拎起来 这个衣服怎么样 显得挺拔 下垂 非常好看 这个料子好的 你拎着这个衣服看上去 那么 这个 第二步 这个一拎起来 这一步 这是第二步 这一步它才讲究到 我们松了是不是向外 怎么样 要展开展 向外开展 不要松散 要开展 对不对 要外形上是挺拔的 外形挺拔 内部虚灵 就像我们前天说的 昨天说的 大前天了 我记不得了 就是虚静 这个内部是虚静的 外形是挺大的 他这种 第二步它才能来 你第一步松你都没做到 你老是怕泻 老是怕泻 你松不下来 不敢去练松 后来别人讲的第二步 别人讲的所有的 节节贯穿呀 所有的这些气疼然呀 所有的东西 你都听不懂了 为什么听不懂 你没有松 你没有体会 你没有任何体会 因为你只要没有松下来 你体内的气呀 神呀 意呀 你都感觉不到 那么你还谈什么呢 你谈什么你也听不懂了 它一下就堵住了 你的所有太极选进步的路 也就是说 第一步这个放松 你一定要大开大揉 大揉大揉 把这东西搞到身上以后 在那里一拎 那虚拎顶镜 我别人稍微点一点 你虚拎顶镜 你身上是揉的 你这就行了吗 它成了 你第一步一定要做好 民歌聊太极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这个实际上 第一步是非常重要 你把第一步放松 做好 其他的马上自己 稍微别人说说 或者你自己体会体会 就知道了 就是这么简单 他一人大道自检 大道自检 他一人难难难难 难在哪里呀 我要以我个人的观点看 就难难第一步松 你不敢松 你平时都不敢松 哎呀 老师说我打拳不认真 那咋办呀 没办法 必须要好好练 好了 那就松不下来了 那你在公园打 怕别人看 想叫别人拍手叫好 那么你还是松不下来 所以这个第一步非常重要 好 今天关于松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收藏观众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